2023桃園國際伴乘馬拉松 於23日早晨在桃園勢力田徑場起跑 本場賽事新影近3000名跑者參賽 更有不少國際選手共襄勝舉 一同在寒冷的天氣中破風而跑 伴馬最佳成績1小時1分04秒的日本三神神野大帝 本次也受邀來台參賽 可惜因身體有傷被醫師禁止跑步 但他仍熱情參與活動 不僅前一日到桃園高中分享 席日出戰國際賽的心得 賽事當天也到場替跑者們加油 台灣的飯是非常美味的 昨天是小籃包或羊鍋吃了 有點怪貌了 今天也沒辦法走 如果來年有機會有機會的話 我願意走 擁有馬拉松 扮成馬拉松 10公里三向香港女子紀錄保持人的姚潔貞 同樣受邀到桃園出賽半馬 並以1小時17分59秒的成績豐厚 其實有一點氣力的 還有因為風向是迎面而來的 我的標準是1小時18分以內大砂波 然後我有一點害怕 這隻的石蓋會受傷的地方會通起來 不過最後還是還好 也搭了這隻標準所以也很開心的 除了半馬 賽事還有12公里的清越野挑戰主 賽道經過桃園虎頭山等多變地形美景 最終由周平濟以53分41秒奪下冠軍 賽後他也和我們大推這場賽事 有階梯 有土路 有石頭段 它中間有很多柏油路串連 原則上這種城市樂也是非常值得大家來參與的 然後今天因為爬升不高 還接近300 所以我階梯也是跑起來 斗坡也是跑起來 首屆桃園國際扮成馬拉松 也促成了許多台日友好 奪下半馬國內冠軍的蔡百成 更得到日本雄本縣的橫桃亭草莓馬拉松的 免費參賽資格 期待賽事未來持續舉辦 成為邁向國際化的指標賽事 孫內桃園報道